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近日 港媒突然报道说 长龙有了一个私生子 王祖轩 而且是他早年和台湾最红歌后生下的后代 他有儿子这事儿还是女明星刘嘉玲告诉他的 长龙知道之后喜极而泣 不仅豪制一亿的创业基金 还一口气送了孩子27亿的房产物业 关键是 港媒报道的长龙父子认亲的场面 狗血程度 堪称言情小说 记者的报道里写道 长龙和儿子王祖轩抱头痛哭 长龙说 我对不起你 而刘嘉玲也感叹 我终于完成了姐姐对我的嘱托 刘嘉玲是什么时候成了台湾最红歌后的异媚了 台湾最红歌后又是何时怀胎十月 生下了这个宝贝儿子 说起来 港媒大小也是媒体 怎么敢把《花边新闻》写到完全没有事实逻辑根据 关键是配图更让人觉得可笑 配了长龙和台湾最红歌后的合照 我们能理解 但是随便找了一个面目清秀的男粉丝 跟长龙的合照 就说是长龙和私生子认亲的场面 这也实在是太糊弄人了 造假也应该有点技术含量吧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男粉丝在粉圈内非常有名 号称娱乐圈的合影力 他跟很多明星 甄子丹 李连杰都曾经有过合影 跟长龙的合影不止一次 这让人感觉他们关系不一般 港媒的这张照片截图非常不清楚 只不过 报道刚好切中了很多网友的情绪嗨点 大家恼火的是 长龙放着私生女吴卓林在外面漂泊流浪 过着悲惨的日子 反而认了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私生子 你让林凤娇怎么看 难道长龙真是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思想吗 甲新闻的出炉有的时候非常可笑 他毫无底线 不需要经过任何求证 随便发出一张照片 借由一个平台引爆公众的关注点 这就是所谓的注意力经济 拿长龙来说 年轻时他风流倜傥 四处留情 让林凤娇怀了孕 却隐魂生子 不在公众面前展露他已经有妻有子的事实 彼时长龙一言以蔽之 他是怕世界各地的女粉丝们伤心 这实际上是给自己沉迷欢场 留有余地 而长龙跟台湾醉红歌后当年的那段情 叫做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在很多网友心中 长龙不见得 跟台湾醉红歌后是最配的 但是 因为台湾醉红歌后去世 成了一代传奇 他跟成龙的那些往事 就像一个美女倾慕英雄 有很多恋爱细节 后来的媒体报道 一真一假 比如说 是台湾醉红歌后主动向成龙 抛来了橄榄枝 跟他约会 再比如说 约会的细节都言之凿凿 台湾醉红歌后点的是红酒 五分熟的牛排 成龙点的是啤酒 台湾醉红歌后追求的是情调 更希望和成龙享受浪漫的二人世界 成龙则希望跟他的成家班兄弟在一起 自始至终 成龙把兄弟情看得比爱情更重 所以 台湾醉红歌后和成龙的这段情 后来因为女方的离世 而成了网友们心中一段明星恋情里的遗憾事 如今 突然传出 成龙与台湾醉红歌后有私生子的消息 很多网友情不自禁地会联想起 成龙和他的那段过往 让人唏嘘不已的恋情 自然而然的 对于这个所谓私生子王祖轩的接受度和包容度 也比小龙女吴卓琳和她的妈妈吴启力要好得多 前不久有媒体爆料 成龙女儿吴卓琳在国外的近况 她现身多伦多排队领取免费的食物 此事引发了网友热议 晒出的图片中 吴卓琳一身休闲朴素装扮 上身穿着厚实的外套搭配着棉裤 脚上的布鞋格外强劲 看起来很寒酸的样子 她眼神里透露出些许的疲惫和茫然 或许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另一张照片中 吴卓琳似乎被什么事情吸引了注意 她脚底有个蓝色的袋子 已经准备好领取食物了 许多网友看到吴卓琳现在的处境 纷纷感到心疼 并认为她这样长大活着已经实属不易了 的确如此 吴卓琳退去新二代这个光环 也只是一名为生计发愁的普通人 此外 有网友对她的行为提出质疑 认为她又不是行动不便 在加拿大做点什么都可以活下去 为什么还要去领救济的食品 有人对此回应 吴卓琳目前在唐人街的餐馆中打工 众所周知 吴卓琳是成龙和吴启力生下的孩子 大家都以为她会有着新二代的待遇 殊不知因父母的感情纠葛 她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父母也没有管她 其实当年成龙对吴启力这个女友 并不是很在意 没想到吴启力怀孕直已生下孩子 还以此威胁成龙 最终的结果是 成龙不认不养这个私生女 吴启力也疏于对女儿的管教 长大成人后的女儿越发叛逆 爱上了加拿大的女网红 两人还成为伴侣 由于妻子不喜欢工作 吴卓琳不惜提前辍学打工 来维持两人的日常开销 时常会有人拍到吴卓琳在国外的生活 零免费食物 餐馆打工 捡破烂 这都是她日常的生活状态 而吴启力也是不太认可女儿的行为 甚至还因吴卓琳与外国妻子结婚 导致两人的关系降到冰裂 谈及成龙的感情就不得不提起一个女人 1982年刚斩获鸡马影后的林凤娇 毅然宣布吸引 原来当时的林凤娇已经怀有身孕 为了不影响成龙事业 两人商讨后决定秘密赴美生产 值得一提的是 林凤娇在美国养胎的十个月 成龙没来探望过一次 直到龙太子出生前两天 林凤娇询问户口一事 成龙才惊觉自己喜当爹 只不过即便如此 成龙也从没想过共开两人的关系 而这一藏就是整整18年 如果不是成龙的风流寨曝光 林凤娇仍然是见不得光的存在 1999年成龙凭借一句 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 一夜之间成为重视之地 面对铺天盖地的谩骂 成龙第一反应是开心 因为她终于有理由和林凤娇提离婚 在成龙眼里 林凤娇就是一个戒度逼宫 唯利仕途的女人 所以她提防了这位枕边人整整18年 后来小龙女事件曝光 成龙正好借此机会提出离婚 这也是她能想到最保全面子的处理方式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成龙还提前转移了财产 只不过成龙的如意算盘不仅没能成功实施 反倒被林凤娇僵了一军 远在美国的林凤娇得知此事后第一时间致电成龙 她打电话的目的不是姓氏问罪 而是叮嘱成龙好好处理她和儿子永远支持她 林凤娇的隐忍和吴启利的逼宫形成鲜明对比 这也让一心想要离婚的成龙彻底打消念头 随即她召开记者会和小龙女撇清关系 并强调林凤娇正宫的地位 不仅如此 成龙还前往律所修改遗嘱 将自己的大半身家挪至林凤娇名下 尽管在这起《小龙女》风波中 很多人为林凤娇打抱不平 但对林凤娇而言 正是无起立的逼宫 才让她有了拿捏成龙的资本 2007年 林凤娇正式接管成龙的G.C. Grave 本以为林凤娇只是挂名董事 谁料她一上任就裁掉所有老员工 就连跟随成龙30年的卢慧光 也没能逃过一劫 卢慧光曾是泰拳冠军 80年代就开始跟随成龙拍电影 按照正常辞退流程 卢慧光起码能拿到50万的遣散费 但林凤娇只给了她不到10万元 也正因如此 卢慧光在媒体面前大骂林凤娇刻薄 另外还有自称知情人士的网友爆料 林凤娇上任后实行新政 导致公司人心惶惶 针对外界种种报道 成龙表示这是林凤娇的决定 自己无权干涉 而至于林凤娇到底是蓄谋已久 还是被成龙推出来挡枪 我们不得而知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现在不是林凤娇离不开成龙 而是成龙不能离开林凤娇 小龙女事件发酵后 林凤娇第一时间站出来力挺成龙 林凤娇的大度让成龙羞愧难当 为了弥补自己的亏欠 她连夜召集律师 将20多亿财产全部交由林凤娇打理 最重要的是 经历私生与风波后 林凤娇还是一如既往的对成龙好 2005年成龙在拍摄《宝贝计划》时 不慎从15米高的大树上掉落 导致左臂及左腿均粉碎性骨折 在医院昏睡了整整7天 这7天里 林凤娇一不解怠地守在病床前 等到成龙醒来 林凤娇反倒因疲劳过度晕倒 站在成龙的角度 林凤娇对她越好 她的愧疚也就越深 而至于林凤娇 也许她在乎的从来都是结果 而不是过程 正如她在自传中所说 成龙是她投资最成功的一只股票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